副将周堂看着这一切 想起走时大雨滂沱的场景 如今觉得就一个词合适 扬眉吐气 他守之大将军虎符 重宣国军之旨 三军略队入城 殷城被围挤日百姓众说纷纭 如今看连将军 国军左右护着一辆教练进城 纷纷猜测车内是何人 几个孩子调皮地掀起一脚叫帘 看热闹 进城后 国军向教理问 我在宫里准备了住处 不知国师可否愿意入宫里住 毕军看了一眼凤九 回 住七霞街 又赴道凤九耳边 小白 我今晚要留宿 凤九调皮道 我考虑下 还要考虑 凤九笑说 留宿是大问题 自然要考虑 好 毕军敲了一下他的额头 那你先考虑 我要弥补东华 长夜站在门外时想做的事 毕军你这是耍着我玩吧 那不都是你 不完全是 你知道 毕军飘眉看着他 凤九有些害羞 觉得在厚脸皮这一项上 只有小儿子白银可以追随毕军 他不再说话 懒散地靠在毕军的肩上 想着等回了九重天 一定得叫毕军去饭禁住上一段时日 汽霞街又是樱花烂飞时 众人看着无忧伤不几个字 甚是感慨 毕军回想起过往 牵了凤九的手进了院子 一地落花 这院子里发生的一切都如昨日 那窗子里似乎还传出他教几个孩子背书的声音 白银看看帝军拉紧了他娘亲 淘气地对承玉说 假爹我们一起睡吧 你不和你娘亲睡 想是想 可我抢不过啊 凤九看着承玉带几个孩子离开 笛声道 连宋进宫了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神石 他跟小国君不会有桃花吧 那承玉要伤心死了 帝军笑笑 承玉一定叫连宋先死 自己再伤心死 又道 你还是关心自己夫君的好 帝军这边轻松惬意 连宋却忙得不可开交 两日后将横领兵返回 看着沉冰成效的连宋 还想在各地诸侯面前争一下 不想国君将割在城前痛斥国公恶行 三军将市镇前倒戈 各地诸侯要安抚 还要重新调整军中任职 连宋这一忙半月有余 虽惦念成玉却没有时间出宫 执教父将周唐送了些宫中食物 今日 朝会安排好调房故意关等几个边关的人员后 终于有时间可以回府了 他还未走出宫门 国君侍卫江峰追了出来 将军慢走 国君请民等他一下 江戈上次见过东华公子之后 深知国师是世外高人 今次要重新败过 四个人轻装俭从到了七霞街 帝君半靠在长椅上证读一本佛经 他们走过月亮门 帝君抬眼看他们进来 落霞于灰映在帝君的脸上 江戈呼觉有种窒息的感觉 江戈之前见东华公子时 觉得他有帝王之相 先人之骨 而此时 他觉得自己见到的是九天之神 天下之主 敬畏得不敢直视 愣整了下 上前见礼 他恭敬帝道 学圣能请的您为国师是江国之福 我学识浅薄又无治国之能 还请国师教会 帝君看了他一眼 目光停在连宋的身上 能和他连宋历节有交集的人 自该是有些缘分的 记作了国师亦该传授些他东西 一壶茶 帝君从治国理政 君事谋略 佛法道理 古人先贤传授至深夜 江戈虽年纪小 领悟能力道士高 帝君多讲了些 也算是敬了这一声国师之称 连宋自来还没同承郁说上几句话 带国君走时 他房内早熄了烛火 他一肚子话没说上 又不能同帝君一样住在这里 信信地跟着国君出了无忧商铺 国君得了帝君的教会一场兴奋 月月下还在激动地跟他探讨如何使江国强盛 只有副将周唐看出连将军有些失魂落魄 周唐一直不知道承郁是女儿身 觉得将军之或许是为小城公子烦恼 其实他也觉得难选 最好是国君把两个人都收入宫中 他看了一眼国君身边的江峰有了主意 将军那么好 他也要为将军解除后顾之忧 书中有云 英雄都得配美人 虽将军不惜美人 但书中还说 英雄和英雄要惺惺相惜 总之 他见不得将军失魂落魄 阴城繁花落尽 一月又过 帝君虽担了国师之名 却只在国君江戈大演四方诸侯的时候 出现了一小会 宴席上本队封地还有些想法的诸侯 见到了传说中的国师 便抵消了心中所想 大将军连送把控住了整个江国的时事 在别人眼中可谓风光无限 却也对将军之才甚是钦佩 国师安稳后 老陈们为国君之后 大将精良配知识整日里争执不下 却不知连将军去意已决 连送知道东华想去青秋国 他自然也会追着成玉走 但自他到了江国 国君对他信任有加 他年纪又小 所以这段时间他留在宫中 为江戈筹筹谋他走之后的国事 此时 月至中天 国君书房里几张硕大的地图上都是圈圈点点 长长的卷博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官员名字 这些人的职位互相制衡 踏走并不影响江国之运 江戈心思缜密 此时他看着连将军的背影 心里坠坠不安 隐隐感觉国师 将军不会久留 他本想找个时机和连送坦诚相对 听了周藤的话 一时间又难以抉择 连送回过身看他盯着自己愣神 走至近旁倒了茶 平静地道 我要离开了 柳木可胜任大将军 执掌三军 江戈的手猛了一抖 假意给自己添茶 水却洒在了桌子上 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 许久后 道 我知将军志不在此 江戈能认识你三生有幸 又强迫自己笑笑 表妹对将军一见倾心 不知将军可有意 他看见他眼里闪过温暖的笑意 听他说 我心里有人了 江戈双手紧直了茶盏 有些犹疑 莫不是那个小成公子 连送拂了下茶叶子 小成 他是女子 江戈的心像是 落在破碎的琉璃盏上 又听他悠悠地补了一句 是不是女子也不重要 喜欢就好 将来你有了喜欢的人就知道了 江戈看着飘散的茶烟 他有 不能说罢了 不知将军和国师准备 去何处 我为你们践行 去小成的家乡 清秋国 江戈声音有些嘶哑 不管国师 将军去到何处 你们都是我将国的国师 大将军 事业 连将军月下出宫 江戈站在侧楼一角 缓缓取下王冠 一头青丝飞扬在夜风里 眼角终是落下泪水 连送回到将军府 以示营事出客 并无睡意 想着天亮就去七霞街 自此只陪着成玉走遍千山万水 老管家见他回来 取过一封信交给他 小成公子送来的 他看着红色的蜡风 莫名有种不祥之感 何时送来的 午后 他打开信间 成玉的字 我们回青秋了 将军保重 连送的心瞬间像飞了出去 看向副将周棠 马 快 周棠不知出了何事 匆忙去牵马 连送出了府邸 夜风一吹 心一阵刺痛 青秋在何处 他竟从来都未问过 此时 术后走出一人一马 是速顿 连送向是见了救星 速顿 你可知道青秋国 他笑笑 你这破马追不上他们 千里学给你 他们该是过长阳道浮屠河了 连送跨上马就跑 又猛地转了回来 你不和我一起走 速顿下河展开笑容 我会飞 连送哪里 还有心情和他斗去 重重拍了下周棠的肩 伊勒将绳飞跑了出去 周棠完全是猛的 也催马追了上去 浮屠河岸边 木船上众神都在等着连送 几日前 帝君突然说要回九重天 凤九想着只留下成玉一人不好 帝君却说成玉也得回去 还要走浮屠河 连送马不停歇 追着浮屠河时 夕阳溅落 他云云看着船向远处走 浮屠河遇险一幕重现 他不能没有成玉 跨向马像疯了一样向前追 小玉 他喊着他的名字 脑海里飞速算着 从岸边到船的距离 就是有也要追上他 连送从马上纵身 向水里扑去 他落入水中的瞬间 汹涌的成河之水忽然静止了 水流绕身而过 四金光涌动 他神思瞬间清明 四海水君神时归位 连送手执寻善从水中一跃而出 转念间到了成玉身前 小玉 他抱着成玉的时候 就听帝君悠悠地对西挥道 再不走 你要有弟弟了 成玉适时地 在连送的脚上狠狠地踩了下去 小玉适时地